最近呢有很多新手渔影呢在聊这个水质 像这个水质呢跟这个水清水浑浊或者水发黄 这都没有太大关系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水的话特别特别的清澈 它不代表这缸水呢是一缸好水 那相反呢如果说这缸水呢特别的黄特别的浑 这缸水的话不间谍它是一个坏水一缸坏水 像咱们如果说想分辨一缸水质的好坏呢 咱们一个是用科学的手段 咱们可以鉴别这个水质的超标与否 那么另外一点呢咱们就可以啊 通过这个气泵打上来的这个气泡 它的破碎快慢 咱们可以看出这个水质好坏 另外呢咱们可以用咱们的鼻子呀 闻一下这个水的话有没有这种腥臭的味道 而且呢是比较浓的这种味道 因为像一缸好水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没有任何气味的 那如果说像这个气泡的话 不破碎以及味道特别浓的情况下呢 咱们应该考虑换水洗棉或者换棉清洗这个过滤 喜欢养鱼您关注咱们每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